大家好,我是小熊 歌手旺慈随时常有之事 不过要说谁最嚣张 还有鼠花约谈最著名的旺慈三杰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张杰虽然是旺慈三杰中年龄最小的 但我说他记性最差没人反驳吧 就比如说这场表演多亏了粉丝在台下一句一句的提醒 要不这妥妥的车祸现场啊 开个演唱会可让粉丝操碎了心 我都忘死了 因为这是我的场子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周杰伦才是YYDS 出道20年竟没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但要论忘词这方面 周董也是没有服过谁 随时随机现场改词就算了 这满地找提子戏的样子 我为啥有点心疼呢 顺便说一嘴 搁了这么久的新歌 你到底啥时候吧 刚才女人 怎么唱 随便一句就好 对对就这样 我没啥的提子戏还是可以继续的好吗 我没啥的提子戏还是可以继续的好吗 我等着想要听戏还是可以继续的弹 你都在里面有化妆 耀起飓和好爱上 我心中的你最初但够要一起被拉下 他 的睫毛换他嘴角 你也有火焖的笑 所以如果唱错词不要怪我 林俊杰虽然是行走的西地 但也难逃忘词的魔掌 不过相比于前两位的慌乱 咱们JJ就比较淡定了 比如这首歌 扎一听没啥毛病 可是仔细一琢磨 歌词完全颠倒了呀 就这还能面无表情的唱完 心理素质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